來看 現在是轉為一個東北風的環境 而臺灣東邊是有水氣慢慢的移入 所以大氣結構比較不穩定 在東北部迎風面 有些地形的降雨增加了 但中南部午後 還是會有些熱力作用 導致的降雨 而其實昨天午後的雨下的蠻大 像是在嘉義東區 屏東東港 累積雨量都超過八十毫米 今天狀況也是類似 而今天在溫度的部分 其實北部高溫是有稍微減緩一點 但中南部的部分 還是有三十四到三十六度 但週四過後恐怕會迎來 這個東北季風慢慢影響 在週六開始有可能迎來 今年第一道東北季風 要留意有降溫的狀況 像東北部的高溫 大概只剩下二十八 二十九度 而接下來亞洲女途 要替大家關心了 中秋廉假的天氣到底如何 因為目前看起來水氣是偏多 中秋廉假想賞月要碰碰運氣 尤其是北部東半部 這個雨恐怕會下一整天 這個北部東半部 要賞月的機率相對是比較低 值得大家好奇會不會有熱帶系統影響 我們預估在南海週三 週四前後是有些熱帶系統 尤其在四五發展是會比較好 只是在偏向南海活動的時候 距離就是會比較遠 影響我們臺灣的機會相對來說 是比較不大的 只是要注意了 有一個新的熱帶性低吸壓足天生成 但他距離臺灣很遠 大概每小時十六公里 已經往這個中南半島來前進 所以提醒大家其實對臺灣是不會有太大影響 而且乘來的機會也是比較低 對我們影響是不大 還是要留意接下來的天氣狀態 而接下來關心的就是各地的氣溫 北塘的部分基隆台北新北27到33度 桃園新竹26到34度 而在苗栗台中彰化27到35度 南投雲林25到35度 南投降雨機率有30% 至於在嘉義台南高雄屏東25到34度 而屏東降雨機率有60% 以蘭花蓮台東25到32度 降雨機率以蘭有30% 至於在澎湖金門連江24到33度 降雨機率都是20% 以上這節的天氣資訊 下載靜新網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敬善敬美 靜好新聞